练队已经达到18联盟的尼克斯队 在过去20年 一直是联盟中王者的马次 最终还是到底分失个对手 这练过去20年 毕丽联盟不倒的马次 再一次蒙上了危机 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兴趣 马次很有可能无赢本赛季的季后赛 在过去的比赛中 马次表现十分高高 新场比赛 马次仅仅赢了一场比赛 输掉其中的入场 目前排名西部第七位 但是战绩里第八的快船相差无几 逼迷的状态很有可能让马次无人进后赛 马次的防守在本赛季一直是个大问题 过去7战马次防守效率雷124.9 百回合近胜分雷13.8 防守效率垫底 百回合近胜分高数第二 防守在以前的比赛中 从来就不是马次的弱点 但是在本赛季开始马次的防守变得差劲 无论是内线球员还是外线球员 马次都能有一位能够以对手降板的球员 德罗带在过去一直都是一位进攻能力十分出色 但是防守能力较差的球员 马次的内线高尔德里奇 以及大家所爱的防守能力有力过度 即便是在颠封时期 这两位球员都不是以防守健常 马次算本了林乃德 以及格林这两位作为能够防守的球员 同时在最近的几个战技里 马次的领人变得成功 在一方面堵失了英俊的球员 而另外又不能够得到一些出色的球员情况下 马次自然就显得十分薄弱 另外 马次在最近两年的签约 也是十分让人难以理解 就像大家所爱 三年4800万美金 但是随着对焦所爱的年纪 增到个人的表现下滑 目前 大家所爱已经很难给球队帮助 同时合同过到难以交易 很有可能马次无人最后悔的情况下 会马断焦所爱 同时马次在五千万去约了米尔夫 但是米尔夫并不能够成为马次的后场核心 这也导致了如今马次的后场楼坠 如果马次能够在这段时间里 将这些钱给予莱尔纳德的提前续音 那么莱尔纳德也不会远走盛程 不得不说 在最近几个赛季马次的操作十分糟糕 球队培养的球员出走 同时给予了一些垃圾合同 这也是导致目前马次陷入这种境地的主要原因